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,蓝天白云,绿水青山,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,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,要想远离危险,必须先要懂得安全。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,儿童安全常识。 可怕的蜈蚣 四月到了,天气变得暖和,万物复苏,风和日丽,正是春游的好时节。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樱头山春游,每个学生都身穿校服或运动服,脚踩运动鞋,背着双肩包。 包里装着一个用来装垃圾的塑料袋,一些纸巾,以及一些自备食物和饮料。 早上七点的时候,在校园里集合,八点半出发。 各个班级在山下进行集合点名,老师强调了一些安全注意事项,同学们就开始向山顶进发了。 爬了半个多小时,他们才爬到第一个山门。 皮皮刚坐了两分钟,就爬起来到处查探,看看这个,瞧瞧那个。 左边凉亭边上有条小溪流,右边的凉亭与一条小鹿相连,通向旁边的树林。 皮皮趁杨老师没注意,朝小鹿跑了过去,来到了树林。 小鹿延延伸到了树林边就没了,穷儿带枝的,是随处可见的草地和往年的落叶。 树林里面非常阴凉,露水还没有变干,有一股潮气,到处都是鸟叫声,时不时就有鸟群从这棵树扑轮飞到别的树上。 皮皮看到地上有根被落叶覆盖的枯树枝,就弯腰捡起来。 忽然,一条小蜈蚣顺着树枝爬了上来。 皮皮猛地一动树枝,蜈蚣掉在了地上,向别处逃去。 皮皮用树枝压住蜈蚣,然后徒手把蜈蚣捏起来,高高兴兴地跑回了山门。 皮皮手捏着蜈蚣,藏在身后,来到几个女生旁边。 突然,把蜈蚣亮到她们眼前,女生们立刻尖叫着四处逃散。 大家听到声音,纷纷看过来,发现皮皮手中捏着一条蜈蚣后,都站起来,躲得远远地,不敢靠近她。 杨老师走过来,叫皮皮快把蜈蚣放了,小心被蜈蚣咬伤,会中毒的。 但皮皮认为,老师只是吓唬她,不但没有扔掉,反而冲向一个个同学,把他们一个个吓跑。 突然,她感到手一疼,哎呦叫了声,一甩手,蜈蚣掉在了地上,迅速跑进草丛不见了。 原来,皮皮的手被蜈蚣咬了一口,手上有一对小红点,非常疼。 杨老师跑过去问皮皮怎么了,皮皮抬起手说, 我好像被蜈蚣咬了一口,好疼啊。 杨老师抓起她的手看了看,伤口已经又红又重,就拉着她向小溪边走去。 同时从包里掏出手机,给同行的校医卫生队打电话,让他们赶紧派人过来。 打完电话,杨老师问同学们,有谁带了肥皂或者香皂。 欢欢举手说, 老师,我带了香皂。 她走过去,把香皂递给杨老师。 杨老师让皮皮在小溪边蹲下来,用香皂给她清洗伤口,并试着挤出一些毒汁。 皮皮疼得呲牙咧咧嘴,杨老师说, 是不是很疼啊,先忍忍,一会儿就好了。 皮皮说, 杨老师,我头晕。 杨老师说, 没事儿没事儿,医生马上就来了。 皮皮说, 杨老师,我还觉得有点恶心。 杨老师说, 再坚持一下,医生马上就来了。 皮皮仰头看看欢欢,说, 欢欢,你春游怎么还带香皂啊? 欢欢说, 为了洗手啊,我妈妈说用香皂洗手洗得干净。 皮皮说, 如果鹰头山没有水,那你还怎么洗手啊? 欢欢说, 哦,我妈妈来过银头山,知道这里有小溪,所以才让我待着的。 小医跨着医药箱赶来了, 问明情况后,拿出包扎袋, 扎紧皮皮的胳膊, 然后用冰袋附在伤口上, 说需要立刻送往医院治疗, 然后背起皮皮,就往山下走。 杨老师把山上的学生托付给另一位老师, 自己急匆匆地跟着小医下山了。 他们来到山下, 搭乘了一辆等在下面的大巴车, 匆匆赶往室内最近的医院。 医生经过检查和治疗, 皮皮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。 医生告诉皮皮, 以后可不能再玩像蜈蚣这样的毒虫了, 一旦被他们咬伤,就会中毒, 轻则肿痛难忍, 透晕恶心, 重则危及生命。 皮皮烈烈说, 以后再也不敢玩了。 安全小贴士 蜈蚣不是昆虫, 而是一种节肢动物, 喜欢待在潮湿阴暗的地方, 身上有毒线, 咬伤人后, 毒液会从毒线注入伤口, 使人中毒。 所以, 不要用手去抓取蜈蚣, 以免被咬中毒。 蜈蚣的毒性呈酸性, 所以被蜈蚣咬伤后, 应立即用肥皂清洗伤口, 然后用冷毛巾冷敷。 如果有冰带的话, 用冰带最好。 假如出现头晕, 恶心等较严重的症状, 应立即到医院进行治疗, 千万不能耽搁。